年輕的派出所長楊宗達 穿上便服拍照 帥氣的程度 一點都不輸給偶像藝人 沒想到長得太帥 竟然也給自己帶來困擾 日前他跟同仁抓到一名女毒蟲 帶回派出所製作筆錄 女毒蟲竟然趁著 採集尿液樣本時對他告白 說你好帥 跟我約會一次 我抱一條線給你 讓楊宗達尷尬不已 他離開的時候 有在跟他講說 那有沒有相關的線索 然後他就說 我提供你線索 對我又沒有好處 當然他就說 如果說所長你願意 就跟我約會的話 約會的話我再提供線索給你這樣 沒想到竟然有毒品人口 敢調戲派出所長 楊宗達在臉書上PO文抒發心情 結果一堆朋友居然回文說 人帥真好 更有朋友還虧他 這篇根本是炫耀文 帥到連毒蟲都愛你 為了拼績笑 就為國捐軀現身吧 看起來比較親切 所以說常常會有時候 有一些女生的部分 也會在聊天的過程中 也比較不會有警戒心 或是說跟警察有敵意這樣 77年次的所長楊宗達 目前單身 還沒有女朋友 他才剛剛調到這處派出所 兩個月 沒想到一執行掃毒鏡黃專案 就被女毒蟲看上 還因為這次的事件 成為朋友茶餘飯後的笑談 只能說這一切 都是長得太帥引起的 記得廉家慶台中報導 還有一陣子 在那邊 就算